羅家聰先生在大紀元新聞網這個星期的專欄《一鳴驚人》 標題為銀行危機中著名的GR法則 市場在3月份經歷了一個大轉彎 在短短兩三個星期內 從一個經濟展望良好不會發生衰退的情形 變成一個經濟出現嚴重危機的情形 雖然個別銀行發生擠提往往是不可以預測的 但是造成擠提的原因並不是這樣 兩個星期前我認為這次不是一個具體的銀行問題 而是一個系統性問題 現在的事故已經很清楚了 那幾家倒閉的銀行在資產持有 如主權債券和流動性方面都相當健康 相比之下 這些倒閉銀行的盈利潛在能力明顯惡化了 雖然銀行總是做KYC 也就是了解你的客戶 但現在大家正在談論KYC 也就是了解你的銀行 有兩個關鍵的市場指標 可以看出一家銀行的潛在危險 它的股票價格和CDS信用違約互換 後者無疑反映了破產的機率 但是它只有在問題暴露之後才會急劇上升 對於股票價格 我們必須注意長期的趨勢 而不是短期的波動 股票價格 原則上反映了盈利的潛在能力 這個對那些不看會報告的人來說很方便 判斷國家間潛在的系統性風險 的一個更直接的方法 是考察宏觀層面盈利的潛在能力 這個是所謂著名的 GR原則 銀行收益是收入減去成本 而一個國家相應的流入和流出 是以實際價值計算的GDP增長和利率 這個雖然不能夠告訴我們 哪一家銀行會有問題 但是會表明哪一個國家會出現問題 以前的分析傾向於 將此作為一個國家 是不是會陷入債務危機的指標 附圖中的最新數據顯示 美國和瑞士的GR最低 而正在這兩個地方出現銀行倒閉 大致看下曲線就會發現 潛在的危機可能是當GR低於約2%時 這個是必要的 但是不是充分的 也就是說 當低於大約2%的時候 銀行危機就會發生 但反過來就不是這樣了 或者危機的另一個原因是GR下降得太快 也就是說 斜率可能很重要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麼危機可能不只是局限於美國和瑞士 還有歐元區和英國 他們的GR要高得多 多出4% 這個的假設不能夠從現有的數據集中得出結論 因為 幸運的是 銀行出現危機的情形在這四個地方是罕見的 然而 不難想像G的波動比R大得多 而且很容易在各國之間發生共同變化 只要有一兩個國家進入經濟衰退 其餘的都會跟著衰退 這個就是說 歐元區和英國目前相對較高的GR 根本不能夠保證 不能發生危機 情況很可能會突然改變 這裡面的邏輯 似乎更多的是從經濟情況惡化到發生危機 而不是反過來 事實上情況就是這樣 英文危機往往是金絲獎 本文編譯至 The Famous GR Matters in Banking Crisis 袁文康在英文大紀元 中文編譯至 中文編譯至 中文編譯至